美国政府放大绝 要求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大厂 11月8号遭出生产机密 但台积电的对手英特尔就在美国 美国简直是要台积电的命 经济部长王美花 帮美国还家说 要机密资料没有针对性 可看厂商是否愿意 但美方这段话简直是一巴掌打过去 南韩政府紧急出面护三星 大动作要求跟美方协商 反观蔡政府却无声无息 难道对护国神山无情无义 完全被美国控制的国家 结果人家是要积极距离力增 积极协商 结果我们的政府居然叫厂商 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叫你这个经济部长干什么呢 你是吃闲饭的吗 看到美国 整个蔡英文政府就好像灰孙子一样 看到人家就腿软就下跪 美国疫苗没来 南韩马上派人催货 美国赶逼厂商 南韩立刻出面协商 我们的蔡政府到底在干什么 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那你们就是灭国政府 不过你只保护高端 不保护台积电的话 将来怎么样 要靠高端变成新护国神山吗 跟美国大声的讲说 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样对我们的 这个台积电 蔡英文政府不敢 碰到美国就软脚虾了 到处大陆强势保护华为 如今南韩积极捍卫三星 但当台积电被美国霸凌 却看不到蔡政府在哪里 记者林新鲜李一璇台北报道